什么是三无男人吗 什么样的男人婚姻容易不幸福 那就是三无男女 想让感情更好啊 这个视频你一定一定要让对象看到 第一种 不断付出去没有地位的男人 以前的是男主外女主内 现在普遍的情况就是 男主人忙内又忙外 这女主人啊 嘴上使唤的勤快 花钱的速度真快 看上去是男女地位很平等 但是实际上呢 一点都不平等啊 第二种 有妻子 家里却没有一个人气的男人 结个婚吧 老婆三天两头看不见人影 不是和闺蜜逛街呢 就是参加不完的聚会 她辛苦了一整天回到家里 在家里是乱糟糟的 冰箱里是空荡荡的 只能默默打开手机 点上外卖了 这样的场景 妹妹也太过心酸了吧 婚姻虽然需要这些娱乐节目作为调味啊 但总是要有一点烟火气吧 她任劳任怨为了这个家工作 这下班了连一句 老公您辛苦了都听不到 换哪个男人心里不会觉得难过呢 第三种啊 这有老婆没夫妻的生活的男人 有老婆也抱不上 日子呢就像个和尚 都说啊 夫妻别分房 更加别分床 一旦分了床 这心里啊 这有一道坎了 很多感情恶化的开始呢 就是从分床 身体离得远了 心就远了 大家是凡夫俗子啊 都有个七情忧郁 优秀的人会找方法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那些现在在痛苦当中的人 都是因为不懂得经营 如果你想学习夫妻的相处之道 把握自己的感情 可以关注下我 让你学习更多 感谢观看